第169课 我靠天恩而活 我靠天恩而自由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这些课程内容很明显在挑战你的信念体系 你被要求凭着信心而为 相信自己将会得到转化 然而 这结果不是由你决定的 你只能保持精醒并勤加练习 只能在必要时宽恕 只能做我们请你去做的事 你一旦这样做 便是表达了你的意愿 愿意让你的心灵得到转化 进入它本人的状态 这就是你的练习中会经历的情况 你的意识中 莫必要及莫价值的部分被清除了 因此 你拥有自由和清明 能够成为你本事的神圣生命 连接着万有 并享有清晰且未受余染的导向系统 当你越来越接近那个状态 你经验到的启示将是最美妙的 确实如此 这位传讯人 已经体验到一体生命的感觉 全然知晓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而且在无知的帷幕的另一边 存在着更伟大 更宏伟的事物 你正逐渐驱散 这个无知的帷幕 唯有透过天安 即你不必做什么 但你获得了能清楚看见的机会 你才会发现 这个最美妙的经验 发生在自己身上 你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心灵 得到了进化 你不像之前一样苦恼 你看到自己心中编造的故事 都是虚幻的 那只是一种幻想 可以创造出幸福或悲伤的感觉 端看你陈述的故事内容 请讲述有爱的故事 请讲述人词的故事 请讲述宽恕的故事 你会因这样做而获益的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